尽管国税局的人力资源减少了 不过如果即欠税款的民众千万不要以为可以高枕无忧 由于以往IIS的税务员负责吹矫长期欠税 和税款预期的工作 从今年春天开始已经转给私人的追债公司执行 根据IIS的规定 如果不愿意和指定的私人追债机却合作的话 可以书面提出申请 普玛拿警方公布日前枪杀8岁华裔儿童的严犯侯胜昌的照片 警方就说侯胜昌1981年12月14日出生 自2017年初以来一共四次开车 向位于第11阶118号的街区一栋文宅射击 其中一次将华裔儿童黄文田射杀 洛杉基院地检署宣布侯胜昌被控六项的重罪 帕斯丁纳社区学院PCC日前举行PCC承诺宣传大会 从今年秋季开始本地学生将可以免学费一年 每人每年省至少一千元 这是继长提学院学区洛杉基学院学区之后 加州第三个提供一年免学费的社区学院 华人学界赞赏高等教育进一步走向平等 造福各族裔教学址 银行通常对保险商之内价财物损失不负任何责任 但洛杉基高等发院一个陪审团 裁决美国银行未履行合约盗涉客户财物 以清银行雇员行径恶劣 BOA应该支付被保险商被强行割开 损失超过450万钻石现金 珍贵金币和珠宝首饰客户250万的补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